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8月3日下午,记得来白河关子岭拉山车,免费泡汤,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当天下午举办关子岭温泉文化特色活动火王爷当成,拉山车活动,温泉神火王爷的座驾山车换上新装,整装待发。 希拉雅管理处处长张龙成说,火王爷的座驾山车,换上金,红,黑的华丽色彩,轿子四周挂住锦绣花色为慢,正面垂下扁线银丝,立于极细竹三层挂帘,轿底包护金七会是金花纹,再为上紫色布母,尤其是山车下圆挂满直径十公分的铃铛,行进铅铛巨响,更添风采。 关子岭商圈业者建议改造火王爷山车成为一部活动艺术山车,火王爷巡行老街后,暑假期间可停放关子岭大城店外,夜间打光陪衬,成为游客拍照亮点。 西拉雅管理处说,8月3日下午3点在关子岭保全桥前,参加拉山车民众出发前先昧上关子岭温泉黑泥浆防晒护敷并领泡汤券,在一起拉山车绕尽其福,完成全程在中点站大城店盖章后就可享受免费泡汤。 提醒参加民众要戴泳装,拉山车距离大约2公里,需费时一个多小时,为让拉山车民众沿途休息可补充体力。 主办单位在火王爷庙前,大城店前及新红叶温泉山庄停车场前都设有饮料补给站。 今年适逢关子岭夺下全台第一号汤冠军,西拉雅管理处也特别以温泉痛盛装龙眼,香蕉,望来组成温泉三宝。 当天到火王爷庙过火后,将随山车巡接赠送给关子领业者,祈福关子领全员不绝,泡汤游客全家笼揪来。 请不吝点赞。